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下一位 邓亚萍 我跟亚萍姐合作过一个节目 叫超新星全运会 我是主持人 她是总教练 当时亚萍姐就跟我说 这个节目即便没有你 我也可以主持 亚萍姐 这句话今天我也要送给你 今天那个节目没有你 我也可以主持 让我们掌声欢迎 首带大魔王邓亚萍 今天特别高兴 大家好 我是邓亚萍 这场身高对我太不友好了 跟谁站在一起 都是最萌身高差 站在孙杨旁边 简直是蒙翻了 在他身边 只有把我得过的所有金牌 都垫在我的脚下 才可能比他高一点点 中国乒乓球队里 有很多的大魔王 比如张一宁 网友还管我叫 出代目大魔王 见到我经常这样说 我爸妈是您的粉丝 我能帮他跟您合个影吗 然后就让我拿着他爸妈的照片 合影 我也不敢问他爸妈都还好吗 所以我的合影 特别像寻人启事 在寻找走失的老头老太太 范明 中老年大妈的偶像 范明16年参加了一个综艺 叫我们17岁 那年他52岁 这节目也挺有意思的 请来的嘉宾 林志颖 孙杨 范明 没一个17岁的 这节目就应该叫 我们17岁 开始就长这样 你确实 张子霖 世界小姐选美大赛冠军 可能有人觉得选美比赛 只要长得漂亮就行 其实选美比赛 也是有知识问答 要考验应变能力 和回答很多的问题 比如 你叫什么呀 今年多大了 Where you from 我对选美比赛不熟 听说宗旨是促进世界和平 我们比赛是为国争光 他们比赛是为了世界和平 这么一对比 我们怎么就显得这么不重要 什么奥运会 什么大满贯 在世界和平面前 邓亚平算什么呀 不过张子霖 拿了世界小姐冠军之后 就再也没有什么成绩了 她还请教我 拿了世界冠军之后怎么办呢 我说 那就再拿一个吧 不够的 再多拿几个吧 她问世界冠军 是说拿就拿的吗 是啊 不说都能拿 王世鹏 退役篮球运动员 我们家儿子 最喜欢的就是篮球 其次是足球 一个中国孩子 喜欢这俩项目 多让人闹心呢 这句先堵了 本来篮球还行 结果呢 今年的南篮 这真不行 不过 王世鹏 存在感很强 一老卖老 经常批评 我们的年轻运动员 我看了他的材料 也不就是八三年的吗 就这样开始 一老卖老了 拿过几个世界冠军呢 有多少块奥运金牌啊 没有 是第几代大魔王啊 但他 确实也曾厉害过 06年市锦赛 最后 5.8秒的 一记三分绝杀 一战成名 那一球 就是他职业的 最高光时刻 所以说啊 运动员如果没有冠军 只能拿一场胜利 当自己的代表作了 我和孙杨家里 都挂满了 和金牌奖杯的合影 而王世鹏家里呢 挂的是一个 六秒钟的动图 5.8呢 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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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很在乎啊 说那么一个事 能不在乎吗 孙杨 传闻之前 因为恋爱影响 训练和教练闹翻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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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和教练好得很 和教练非常好 又和好了 恋爱问题啊 在运动队啊 蛮常见的 当年 我们冰方球队 男女队谈恋爱 教练呢 也不强迫分手 只是让成绩好的留下 成绩差的走人 双方压力都很大 我的压力呢 在于没有人敢跟我谈 吴迪是多么寂寞 孙杨有一次获得冠军 对手拒绝和他合影 孙杨霸气回应 You lose I'm win 这真是一句 教科书籍的回应 真霸气 又有教科书籍的语法错误 没关系孙杨 我英语呢 还凑合 我来教你 以后啊 你都这样喊 You are the loser I'm the winner 邓药萍 is my teacher 虽然上了很多唱歌的综艺 都是大牌节目 收视力都非常的高 我也很喜欢唱歌 但我们那会儿 哪有什么综艺节目啊 没机会展示歌红 所以没法跟人比 我只在一个晚会上唱过 春节联欢晚会 孙杨之前领奖的事儿 引起了热议 竞技体育本身就是远赌服输 赢了就是强 输了也要有大将风度 领奖台对于女年 是很神圣的 从小训练就是为了登上领奖台 我不但要登上 还要登上最高领奖台 因为站得高 你们才能看得着我 我理解孙杨的辛苦 作为前辈 我想对孙杨说 珍惜还能在场上拼搏的时候 退以后更难 我们有句话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 两天不练对手知道 三天不练 观众都能看出来了 明年就是东京奥运会 排出所有干扰 全身心投入备战 录完吐槽大会 赶紧回去训练 不然明年会有更多的关照 吐槽你 谢谢大家 我是邓亚萍 来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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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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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这才叫有底气的乙老卖老 明白了吗 乙老卖老是你瞎卖的吗 学 是不是真朋友咱也不知道 反正人多 怎么地 真子男和黄生一 合眼归一电影叫冰封侠 你们看过吗 全场一片沉默 这是非常好的回答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冰封侠的豆瓣是三分 并且他还推出来一个 2.6分的续集 是不是这个行为很了不起 哎呀不敢想象 真的无法想象 如果这个电影 要是没了黄生一 可能要跌到两分 对吧 要是再没了真子男 可能会变成八分 不知道 哎呀不知道 假设的问题 永远都没有答案啊 真子男作为一个 家喻户晓的功夫巨星 出演过很多 快智人口的作品 对戏也极其认真负责 当然也因为太较真 掀起过一些风波 第一次在网上 引起了众多明星 大规模战队 同时也就遭到了 一些网友的攻击 所以真子男就说 他自己是遭受网络暴力的第一人 看看 真子男 好事坏事 雍征第一 来吧 有请宇宙最强的 真子男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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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邓丽丹 我呢 就拍了三十多年的动手片 今天是我最想动手的 最想最想动手的一次 张伟丽你别动 你别动 其他人都可以过来 向左 对我向你爸问好 向左呢 其实是我们影坛 未来的动作巨星 大家都说 他能有现在的成就了 完全没有靠家里的 说他靠家里的人 都给他爸 带着几十个人 拜访了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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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爸爸妈妈 其实是非常特别好的人 也帮过我 向左呢 真的绝对不靠家里的 靠的是 郭碧婷 哈喽 哈喽 靠家里的实在 痛哽啊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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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呢 拍电影啊 和我 我以前 一模一样 都喜欢露鸡肉 但是呢 我觉得他比我更过分 他演那个什么 风神传奇 传奇里的雷震子嘛 带着一双的大翅膀 啊 却光着身子 喂向左 你到底是在演雷震子 还是走维蜜了 哈喽 等一下 有人说啊 向左没有天赋 那我觉得呢 天赋和热爱呢 他至少很有热爱 我是从小练舞 他向左25岁才起步 开始练舞 但是他很 非常成分 听说你每天要练 大概八个小时 对吗 那有一次呢 他受伤 要打半年的石膏 向左一听了 哇 打石膏 半年都不能练舞 这样的石膏 我要打石膏 我不说你呢 向左 我再说你的话 你爸得拜访我了 吕哥是嘉宾里 我最 最熟悉的一个 我们两家 关系非常好 经常在一起 吃饭啊 他给我说了一个秘密 他说 他儿子 非常喜欢我女儿 喂吕哥 我万万没想到 我把你当兄弟 你却把我当亲家 下一代的是 我们怎么能做主了 我们还是得回家 问老婆嘛 吕哥呢 80年 拍了一个 经典的电视剧 上海滩 他特别喜欢 上海滩的主题曲 每次 去唱K了 他都要抢着那个麦 唱那个主题曲 唱了40年 搞到周恩发都不敢来 本来这一次啊 我想请那个周恩发来的 我说发哥你来吧 他说 你能保证 吕良伟不唱 上海滩吗 我说 不能 发哥 哼着上海滩 就走了 龙奔 龙龙 我们两个都演过 同一个角色 博豪 他演的就是这个 91年的版本 我演的是 王金导演 2017年的 追隆 那么观众呢 有时候都会 对比我们俩 谁演得更好 很明显 我演得比他更好 为什么 当年 吕良伟 博豪 只拿了那个 镜像奖的提名 我演得 连王金 都没有被骂 甚至 还获得镜像奖 提名者 吕良伟的 力挺 我和 那个 杨子 合作过 我们 第一次 见的时候 他说 他很多朋友 自己微信里 有两万个 好友 人卖广 要帮我宣传 这个 叶文山 结果 他三天 就宣传完了 参传方法之一 是向 两万个好友 群发的 宣传海报 别问我 是怎么知道 因为 他也群发了给我 然后 又撤回了 张伟丽 我看过你 UFC的视频 真的很厉害 很震撼 专业就是 厉害 今天我没有跟你动手 不是因为我尊重你 是因为我怕你 确实 有点慢 但是都挺好笑的 确实 之前有一个练 永春的 和一个练 MMA的比武 输了 那好多人呢 想让我出马 代表永春 赢回来 我说 我代表不了永春 我每一部戏都演不同的门派 我这一次是演那个 叶问 我是演叶问 我不是叶问本人了 你可以去问问梁朝伟 他可能是叶问本人 好了 说了那么多动作明星 我们来说个文人吧 李旦 李老师 是个文人 他说自己 你手无腹肌之力 喂 你都没有腹肌 怎么会有腹肌之力呢 喂 导演就告诉我 他只要说 这种笑话 你就会难受死了 喂 李旦 你难受吗 王建国我要杀人 我呢 拍那个冰封侠2 上演后 评分很低 剧组就发那个微博 说我是那个 西巴改台词啊 不配合 我明明演的是冰封侠 他们却让我成了 背锅侠 我说我要发 那个律师函 他们立刻把 那个微博删了 就这样了 张绍刚说 冰封侠如果没有我了 评分可以有 多少 八分 我也希望没有我 但是一部电影没有我 多少分 跟我 就有什么关系呢 你说 之前有新闻说 我和吴京拍那个 《沙泡狼》的时候呢 我打他 打断了那个 四根的棍子 我跟你说 那个是专业的道具 打得不痛 不痛 然后一打就断了 我们都没有放在心里 网友都放在心里 其实前段时间我拍戏 吴京还来探班了 我心里特别高兴 我说 我赶紧迎上去 我说 吴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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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看你 来就来了 还带什么棍子了 我们是朋友嘛 中文有句谱话 文无第一 五无第二 经常有人比较我 吴京 李连杰 谁最厉害 谁最厉害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们三个人加起来 都打不过马云 马云才是真正的戏霸 是的 那我理解的戏霸 不是贬义的 我觉得 我们这个艺术创作呢 就是要 有自己的坚持 如果不能坚持 自己的想法 想做个好人 太简单了 但是 就会没有办法 做出有品质 有要求的作品 戏大过天嘛 那么 这个事情呢 我跟江文老师 江文导演 也探讨过 那江文很认同 我的想法 他比我还霸道 他说 子弹 我很同意 你的想法 而且 我觉得这个想法 是我的 曾经拍戏的时候呢 我和别人 就因为这个 这个坚持 就闹得不愉快了 在网上 被传得 沸沸扬扬扬的 但是 这个 并不是 所有事情的 像那妹妹一样 规则 清楚 透明 输 就是输 赢 就是赢 我认为 我们做演员 先做人 人品 作品都很重要 所以我很信心 很多跟我合作过的人 还愿意继续跟我合作 毕竟 不愿意跟我合作的人 都会 失去了 李良伟的力挺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事情 十二月二十号 日文寺全国上瘾 这次 头部只是 一个打十个了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大家 我是曾子丹 子丹哥刚才说得特别好 其实有的时候 被人说戏霸 可能就是因为 对那个戏太负责任了 作为电影人 最重要的 就是要对得起 每一位观众的那张票 较真 就是对作品负责 是对观众的信任负责 所以 十二月二十号 《夜问四》上映 大家去电影院 希望大家看过 我们节目之后 也都较较真 是吧 对夜问四 也较较真 有毛病 咱也挑挑毛病 看看 宇宙第一强 到底强不强 来 掌声再次送给 真子丹 接下来 我们下一个环节 叫非要吐槽 就是很多嘉宾啊 来不了 来不了现场 或者不敢来 但是呢 又压抑了很久 就是必须要说 让我们来看一看 真子丹今天 到底 招谁惹谁了 来 几点前我们看我的这个风味的节目的时候 我们就说 大哥你要不要睡一下拉车个人的一车 他说 哎呀 我就别了 我累了 结果 大哥猜猜一到时候 他说 老婆 我来 结果就在那个结封 我跟我进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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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后患了 你最后患了 I'm an emotional mess But you wouldn't want me any less Cause you know how wild it could get To love an emotional mess You know how wild it could get